这是我新买的一截香草兰 刚刚到 这次是个花叶的品种 说这次是因为还有上次 上次是个绿叶品种 但很不幸的是上一次那只遭遇虫害 又被我不恰当的一盆 目前的状态是奄奄一息了 碰巧见到这一只 价格不贵 就把它买下来了 因为是花叶品种 觉得养在那儿当绿枝看也挺好的 叶片上的那些黄色条纹 是因为那些位置缺少叶绿素 这是从生理上来说 如果从原意上来说呢 会把这种现象叫做出益 通常来说出益品种 比不出益的品种 生长会稍微慢一些 因为叶绿素会少了一些 相加兰看起来有点像绿螺 其实还不仅仅是看起来像 它也可以像绿螺那样 剪下一截 插那儿就能活 我这根应该就是从某一个大壳上 剪下来的一截吧 我这次为它准备了一个网眼盆 这个盆是在巴尼斯买的 盆底下呢 我是放了一个沙碗 主要是觉得盆底下的孔很大 怕那些细碎的质料往下露 我这次用的质料是从巴尼斯买的兰花质料 这种质料更适合种大花会兰 因为感觉里面沙沙粒粒的 像是混了一些沙土 刚好香加兰也是需要混一点沙土 如果是纯树皮或者是树皮混料的质料 里面最好混一点沙土或者就是普通的花盆土 我买的这种兰花质料呢就不用了 直接放了一些在盆里 然后把这个枝条放在上面 我又在周围加了一些椰糠 椰糠的吸水性很好 放这些主要是用它来帮忙保湿的 这个枝条应该是刚剪下来时间不长 根系还不太发达 所以最好不要干的 但同时也需要防止高湿不透气 造成腐烂 所以这个枝条呢我们有深埋 相当于它是在植料的面上 那些帮忙保湿的材料呢都在它的四周 但是挺靠近它的 我希望给它营造一个既很湿润 但又很透气的环境 在面上我又松松加了这么一点水苔 除了也能帮着保湿以外 主要是用它来判断是否要浇水 因为水苔的干湿 不论是看颜色还是用手摸都很容易判断 我计划盆面干了我就会浇水 这一方面是这一截本来就是放在盆面上 并没有深埋 另外一个方面这个不仅仅是换盆 更像是正在承插 承插育苗阶段保持湿润还是挺重要的 希望这一棵我可以养好 虽然前面那棵有点奄奄一息了 但其实这个并不是很难养 没养好主要是我的疏忽 前面那棵也曾经长得挺好来着 等到这个承插育苗的阶段过了之后 我会给它加支撑 因为这是一个爬腕的植物 它可以长得很长 而我使用了一个这样特别透气的盆 一方面是因为它特别透气 更主要的是我觉得它四周有孔 我可能未来比较好往上榜支撑吧 吸取上一次的经验教训 这棵在这安家落户之后 这个盆永远就不会换了 就改它了 下面的质量自然也就不换了 面上那些细碎的椰康 随着浇水慢慢的是会被冲掉的 上面这些水苔呢 日后可以拿走 如果有需要的话 如果将来它能长得很大 需要更大的盆 我会把这个盆 直接埋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盆里 而不需要更换了 这也就是我选择这样一个 四周都有很多孔的盆的原因之一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 香加兰的需求吧 它对光的需求是明亮的散光 可以接受一点早上的阳光 具体早上是可以到几点 这个主要是看季节 或者说看温度吧 温度和光照的大致规律是这样 温度越低 可以接受的光会越强一点 反过来温度越高 最好是遮光多一点 它对温度的要求大致是这样 室生温度范围大致在 20度到30度之间 可以耐受的温度 大致在10度到33度之间 这个数值呢 仅做参考 因为植树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单一因素 不是仅仅有温度 还有其他的通风啊 光照啊 湿度啊 等等 植物的表现是所有这些因素 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 各种因素是相互影响的 比方说 10度是它的最低的边界 如果在10度的时候 比较湿 那有可能没到10度 它就受不了了 而比较干 也或许它能忍受到9度 又或者说 10度的时候 风比较小 甚至是没有 那它可能还行 但如果风特别大 也许它就不行了 相加喜欢高湿的环境 如果能有80% 它会很高兴 不过湿度比较大的时候 也要注意通风 它喜欢湿度大 但通风有良好的环境 就是说 施肥可以放缓施肥 也可以用液体肥 如果是用液体肥 在它的生长旺季 可以每半个月给一次 使用缓施肥 那就要看说明 看这个缓施肥 可以持续多久 有三个月的 有半年的 那肥差不多失效的时候呢 如果它还在生长 那就需要再次给肥 给水呢 也最好是能够 渐肝渐湿 不过在它的生长旺季 渐肝 这个肝呢 不需要肝透 稍微有点肝 就可以给水 尤其是如果栽种的 比较浅的话 枝料的下半部分 还湿 上半部分干了 就可以 如果是在冬季 温度比较低 看上去也不怎么太长 这个时候呢 可以略微 偏干一点 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也尽量少喷水 或者是不喷水 但是在生长旺季 因为它喜欢湿度比较大 可以经常喷水 相加上栽种的质料呢 就像我刚才的这种质料 就可以 用树皮混料 再加上一点点花园土 等到它的藤蔓长长之后呢 还需要给它加支撑 这个支撑不仅仅是支撑 最好是能够让它的根 附着在上面 所以如果能够用干树枝 帮它搭架 或者是像那种支撑 绿螺的那种 用棕榈绑的那种支撑棒也行 还可以用网子卷成筒 中间塞满树皮混料之类的 因为它每一个截上都会有根 所以那个支撑棒呢 最好是让它的根长在上面 既可以固定 又可以吸收到水分养分 具体的我这一颗 未来怎么搭架子 还没有想好 如果它能长到那一天的话 估计我就应该能够 想到办法了吧 从简直千叉开始 到开花 据说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的目标是 把它养成绿植 而不是开花 因为时间太久了 三五年以后再说吧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 谢谢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